12月19号星期一 又是另外一个星期一 我们在十号公路 王西 繁忙的十号公路 今天又去上课 今天是第三周吧 不第四周了 也就是第四周 就是第七堂课 对第七堂课 实际是第六堂课 因为我错过一堂课 然后这几天一直都很忙 然后今天有点晚了吗 九点已经九点过了 九点了 刚刚还在上传我的headshot 去那些casting的platform 因为前两个星期 经纪人找我去拍了headshot 然后发给我 要我上传上去 一直都没时间 后来他一直在催我 今天就送完牌子 马上就去把他给上传了一下 所以就耽误了 大概耽误了半个小时 按理来说 不过今天梅子不算太塞 塞车 希望不会迟到 之前的话都基本上都提早 30分钟到学校 那今天可能是刚刚好 或者也许如果塞车的话 会耽误一点 目前的状况看起来还不错 昨天去冲浪了 昨天的心情冲完浪之后特别好 今天的话刚刚是有点紧张了 有点忙 现在还好 希望待会上课会非常棒 这两天的话同学当中的互动很多 大家都分享了各自的Instagram 然后看看有没有可以share rights 就是可以提供一下 那个就是卡普啊这样的信息 然后大家分享了一下什么时候一起组织那个Movie night之类的活动 挺好的 就是像同学之间的关系慢慢大家都熟悉起来了 也开始搞一些活动 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今天一路上太顺了 基本上没塞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9点35就到了这了 就到了 所以我迟了大概30分钟出发 30多分钟嘛 结果是跟平时的时间一样到达 提早了20多30分钟到达 学校可以跟互动一下 今天课真的是最棒的 就是最好的感受最多的一次课 也当然是进行到了第三周了嘛 第四周 所以的话就各方面大家相互同学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同学之间也比较熟悉 然后跟各种 然后也大家每个人都基本完成 今天就基本上所有人都上台 讲完了 就是上过台了 然后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一个同学上去的时候 他 他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感觉是有自己的看法 或者比较不按常规来去按老师的那样去做 但我觉得在美国的课堂上 特别是表演的课堂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就是他不断的在讲他的一个想法 然后讲着讲着就是同学 每个人 我想多数人都有点觉得不耐烦 他怎么讲一些 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兴趣的一些事情呢 然后老师也很有耐心 一直看着他 一直在听 然后后来就同学之间就有一些 有一些那种反应 大家 就有一些那种 就是觉得好烦的意思 然后他还是那样 就是他就 就是超级那种不顾别人 就是然后也表现得很自信 就是啊 你说的我都没有这种感觉 你问什么 他都不回答 不是直接回答老师的问题 说一些 一直在说他的东西 后来最后就到结果 大家都看着老师 其实老师的反应还蛮好的 就是让我觉得这老师还是挺 牛的 老师的话 并没有去说他怎么样了 然后还是用一些问题来问他 然后让他 其实就让所有的听的人都知道 这个同学他的想法是有一些些问题的 因为他想去做一个他的show 一个play 然后希望别人去听 那当然问题是 现在不是你在讲这个的时候吗 那当然就有人就不会 但大家就肯定不是在那个状态之下 那老师也没有说打断他的话 但就怎么说呢 就最后就是 就大家都能感觉到就是其实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问题 我讲的可能不够清楚 但是当时发生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就是老师 这个老师还是挺不错的反应 处理这些问题 都非常有智慧吧 然后挺好的 到了另外一个环节 那个环节是我在上这个课之前来了解 我会跟Misner去在YouTube上收到最多的一个就是 一个互动 就是同学一对一对同学上去 然后其中一个说一句话或说一个词 然后对方重复 repeat 那带来相互 repeat 你没有大肌 我没有大肌 你有大肌 我没有大肌 对 你有大肌 好 我有大肌 好 你有大肌 好 我有大肌 好 你有点複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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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点 你会有点 会有点 对 这个 那个过程就是我 我一开始第一次 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 哎我说怎么我们没有照这样讲 然后现在它是安排在这个时候才开始 就在前面的几轮几个同学上去之后的那种互动的话 好像感觉是能感受到很多东西 我还没有上台 可能下一节课可能会 老是在点嘛 就是两对两对男女同学上去 哎呀我真的是表达能力太差了 就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我今天听到的和感受到和学到 我刚才说这个今天的课程比较有意思 比较有用比较有意思 然后收获比较大的那种东西 我没有表达出来 我估计你们可能一头雾水就听了我 哎你在说什么 反正就是总之吧 我想慢慢我去整理出来 我要想我学到的东西 就总之就觉得今天还是在现场感受很真 但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跟大家用简短的语言描述 然后他现在不太确信他的能力 然后老师问了他一些问题就是说 好的演员就演技特别好的演员未必能够赚很多钱 这种演员的话满足感会更强 但是金钱来说可能未必是得到那么多 还有一些就是他演技并不是很好 但是他赚很多钱 那这种情况的话 作为就是你现在刚起步的一个演员 想法比较单纯吗 或者说是在一开始你有个梦想的这个时候 那他问面对这样的现实你有什么感受 哎这点我听了的话 我觉得蛮现实的 就是就一个 就你你再苦苦的去学表演 但是事实上 你未必学的表演越来越厉害 你就赚的越来越多钱 所以就我反过来就是说 赚钱是不是你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说你在享受这个表演的过程 我想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反正我接收到的是这样 我觉得这句话蛮 这个这个点对我来说 收获挺大的 蛮有蛮有意思的 我来说